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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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李部長 李部長你好 剛剛有人問你說 國者仁之心 仁者心之氣 你說是國父回答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我請問你 原明原是誰燒的 八國聯軍少得 英法聯軍啦 英法聯軍 我講這個就是齁 其實 你現在任內蠻關鍵的很重要 因為如果很多大事大家都會記得 那像我們現在整個國家的債務餘額齁 離公債法的上限40%越來越逼近了 你要是不小心齁 跨越雷池一步齁 大家以後永遠會記得 破40%的部長是誰 就會回答說 這一點我跟委員先報告 基本上應該不可能 我不可能編一個違法的案子出來 這個應該是不可能的 我們只是儘量當然 債務增加 我們一定要非常審慎 因為已經都很近了 那我剛剛看到 今年的那個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的這個封套 不錯 那彩色的齁 台灣的一些漂亮的景色都呈現出來 這些主機是他們主導的 有進步了 以前公部門大概都是 感覺齁 實氣沉沉的齁 那 包括剛剛有 廢委員在講說 像台銀啊 土銀啊齁 那公家機關都是 比較保守的心態啦 一直沒有辦法很積極啊 讓大家展現一個 這個很突飛猛進啊 有競爭力的那個新風貌 所以我在想齁 講到台銀跟土銀 是不是也可以請兩位董事長 一起上台 請兩位董事長上台 請兩位董事長上台 我們看到最後盈餘的部分齁 可以說是像台銀的部分 沒下育礦 情況越來越糟 越來越糟 那事實上 這個 土地啊 各方面也都一直在漲 我想請到張董事長齁 賣掉就沒有了 所以不可能說 一直賣土地來增加盈餘啦 所以過去我想 過去早期 我還沒有到台銀之前 很多年都是 可能盈餘都是靠賣土地賣很多 事實上 這幾年 這兩三年來 我們那個賣土地的金額 已經大幅下降 那一百年的部分多少 一百年的部分 預算 一百年的部分的 土地變得 那個賣土地的預算變得很少 多少 只有一億多而已 多少 一億多 一億多啊 那台銀的資產裡面 土地還有多少 土地現在是 包括 賬上 包括 那個 公用跟非公用的話 現在還有差不多八百億嘛 有八百億啊 然後那個 公用的部分大概三百億 然後非公用到五百億 楊明山那個就一百多億了 我在想 這個數字出來了以後 也是提供部長做一個參考 如何有效的積極的處理來活化 比閒置在那邊好得多 所以像今年的這個預算 只有 最後已經到 63.94億啊 實在是太少了 我本席也曾經建議啊 因為我們現在 大陸人是來了非常多 我之前看到那個 現在金價也都在漲嘛 那台銀有做黃金存折 黃金存折 黃金存折 想請教一下 那個張董事長 你個人以為怎麼樣 那有沒有賺錢 情況大概怎麼樣 當然是 黃金的部分的話 它是它很貴 但是那個 那個利潤很很小 所以呢 雖然我們一年做了四五百億的生意的話 賺才賺一億多 怎麼會那麼少 你看你要五六百塊的時候 你要是 把閒置的這個資產八百億喔 全部都買黃金 那你現在不得了啦 對 因為我們 可能我們 我們這部分的話 等於是我們自己齁 要建立自己的部位 這個部分齁 比較小心 因為這個 台銀建立的部位多少 黃金的比例 我們自己建立的部位很少 所以 很少的話 大概多少 也請我們那個 不是啊 你那個齁 要聽我們一些建議啦 是 因為我在早之前齁 幾年前齁 我也曾經建議 央行彭總裁啊 我說那外匯存體的部分齁 黃金的部分多增加一點 他可能比較客氣一點啦 那台銀就不應該客氣了啊 台銀自己在做那個 店面 你就自己要多 做一些這個黃金的準備嘛 或者現在大陸客來齁 你在中正機場一路口的地方 或是要離開的地方 前面花網 全部用那個 那個 vending machine 那個自動販賣機 錢投下去 你收人民幣 台幣通通通都收 錢進去 黃金都掉出來 這個太危險了 不會危險啦 台灣 你對台灣自然沒信心嗎 黃金一小塊 就一兩萬塊 就是我們最近 最近出了十公克 就已經一萬八千塊 你讓他快快 熱熱的來 最後 離開一定要讓他齁 把他炸乾的再走 因為國外現在都在做了齁 所以我相信就是齁 台銀的思維可以活潑一點 齁 是 因為太保守 你永遠都是齁 暴殘死 就是一直 哭守在那個地方啊 感覺不會很很很 很進步 跟民間比起來差很多了 所以這個部分請你要趕緊啊 是部長也可以 要求大家來想一下齁 包括很多的這個 呱呱樂啊 或者一些彩券啊 等等啊 都可以在機場的部分啊 都可以設置這樣的 一個銷售行為嘛 好不好 那另外想請教一下台銀啊 就是一百年的部分 有沒有把 手上的像中華開發賣掉啊 或是101的股權有沒有賣掉啊 或者台契銀 還有張銀 這些有沒有做處理 是不是可以回答一下 我們現在是只有 邊開發金跟元大 因為這兩家我們都沒有 都沒有主導權 然後像元大連當董事都沒有 所以我們這兩家是有邊要全部釋出的 全部都釋出啊 對 因為那個次股比例很低 開發現在的那個金額是多少 一股 股價 現在的那個比例只有2.6% 那現在股價多少 現在股價大概10塊左右吧 那也不對啊 以前27塊高的時候你不賣 現在已經 9塊10塊那麼低的時候 你才要賣 但是它是 它這個低價已經維持 你不能說因為比例只有2點多趴啊 這個都是人民的血汗錢啊 這個加起來也是很大的金額啊 所以這個我想要三世而後行啊 你包括張營也一樣 大家全世界都在看好 整個兩岸未來金融都是突飛猛進發展的時候 所以這個是股時機喔 我覺得不恰當 以前喔像張 張營有沒有賣 沒有沒有 台晶營賣不賣 那請問再請問一下 國華人壽的部分 在100年度的預算裡面 有沒有併入國華人壽的計畫 因為現在還沒有確定我們會併啊 所以 所以的話 那個 因為這個 這個部分 現在沒有確定明年會不會併 呃 就是說 如果確定的話 當然可能併 也可能不併 你如果是今年底確定 那你預算沒有編理明年怎麼怎麼病啊 呃 你如果 如果說 到時候 到時候 那個 有糖好要病的話 那當然 當然是 用那個 呃 先報主管機關核准 然後以後再 國華人壽那一塊齁 是很辛苦啊 台營自己要多小心一下 三世而後行 那我像 手上啊 台營有沒有那個 都更的計畫 都更我們的契進部齁也是 比如說 我們自己的都更計畫 對 我們自己的部分是 呃 我們過去大部分都是用賣的 那 比較少參加都更啦 那現在我們也是 也在請我們的不動產管理部齁 對一些 我們可以 有計畫在做 參加的部分也在做 那當然我們自己對一些民間的 OK 謝謝 你現在安量還不多啦 我想請一下土營的 呃 王董事長 王董事長 土營啊 是土地開發很強啊 手上的都更案有多少 在台北市區大概 有多少比 加起來這個 樓地板面積坪數是多少 樓地板面積坪數 我等一下會統計 案件我們到今年為止 大概有三十件 三十件 大概有三百多億 那我們明年有一個信念文案要都更 所以我們明年預計也不會比金人少 因為我們金人底會成立這個都更投信 好謝謝 會配合公家 其實我知道好像不只這些數目啦 好謝謝兩位請問 我想請教部長喔 現在就是 一方面房地產業在飆漲啊 那我們現在所屬的這個銀行啊 也積極在參與都更啊 那請問那個都更到時候 都更像那個新店的一出來一坪是六十萬七十萬 那外界會不會說政府在帶頭在炒房 我想這個當然也許難免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事實上任何的都是它一個市場的機制啦 今天我們這些公營事業機關 大家也期待它是一個經營的重效要發揮 所以我們這些部分我們就回到市場機制去 這有時候很矛盾啦 我覺得像土地開發的部分 應該國有財產局喔 是不是請張局長 現在一直在講說社會住宅啊 部長我想請教 朱立倫講的三環三線會不會實現 基本上這是我想就行政院 我的了解應該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大的政策 OK 既然會實現的話 應該三環三線的部分 到安坑的地區啊 或者是說到三峽等等的地區啊 有很多國有地嘛 不見得一定要在台北市搞一個小地堡 這個民眾覺得差距太大了 你反而應該是捷運線可以延伸到的地方 國有土地拿出來 都來廣設國民住宅嘛 社會住宅 這個才是民眾覺得可以達到的啊 所以這個可能就由內政部統籌 我們國有土地將來一個發展的這個 然後這樣的一個會議什麼時候會開 這個我們配合內政部 內政部還沒開始動起來嗎 他這個部分還沒 但是那個住宅法的部分已經研議過多次了 他應該先研究 為什麼進郭委員那個局長 台北市的部分齁 有多少的土地 現在國有非公用有多少 呃 我們現在這樣子 我手上一個統計數字啊 台北市台北縣啊 五百坪以上的齁 現在大概有三十六公頃 三十六公頃 OK好 部長聽到了 三十六公頃啊 如果認稱來蓋的話齁 大概可以蓋 蓋八萬戶左右 八萬戶左右 對 你就是遍地開花 你讓所有的人民感受政府的誠意 到處要興建國宅 買得起高房價的 你去買台北市地保屋 無所謂 你買不起的 至少政府提供了一個相當好的一個場所 你做錢也可以到啊 所以 政府齁 那個現在高調打太多了 你倒不如真正的落實啊 像三環三線很好啊 朱立倫的三環三線不但要實現 還要提供八萬戶的國民住宅 那年輕人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要是聽到這樣 這個不是選舉的支票啊 他覺得這個是可以實施的啊 他就對政府會期待 會喜愛 會信賴 最後票還會投給政黨 A7的部分就有啦 像在那個 那個太少 那個才幾百戶啊 那一步步來嘛 一步步來 我希望說 這個部裡面啊 可以請國務財政局啊 趕快來召開這樣的一個計畫 像新加坡政府一樣 讓國民有期待 住得安心 租得起 買得起 我們會配合內政部啦 因為做後續的這些處理 我們盡量提供國有土地 做這樣 謝謝 謝謝羅委員 謝謝羅委員